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做介绍 我是麒麟社区的computer和PMC member 然后我有主持和参加过麒麟3、麒麟4和麒麟5的开发和发布工作 目前在Kinders的Open Source Software所担任一个研发 如果大家对麒麟社区的有什么使用和开发上的问题 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通过的邮箱 首先会把今天的topic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会介绍今天的麒麟 然后今天麒麟的发展 它的使用场景 它的技术原理 以及当前的麒麟4它做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在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介绍当前的版本 还会存在哪些限制 以及基于这些限制 我们做的哪些思考 以及为了解决的这些限制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都会体现在705.0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路线中 最后的部分我们会和大家介绍 这个705.0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些时间点 它是何时能和大家见面 何时大家能够去测试或者是体验 或者是参加到这个开发工作中来 好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今天的apadk0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可能有些同学还有了解过apadk0 那么apadk0是什么呢 apadk0是一个为大数据场景下进行数据分析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但是它可以支撑超大数据规模 通常是PPT注意级的 然后可以通过色调方式 然后可以来进行一个多位分析这样的一件 然后它能够在超大的数据上 提供秒级的一个相互分析能力 那么大家一定会好奇 apadk0是如何能够在这样大的数据上去支撑 去以秒计去回答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聚合的查询 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 在多位分析 也就是molab中很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cube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样的数据分析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 也就是维度和度量 那么就是我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去分析这个 这样的一个维度组合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度量值 那么我可能会关心某个地方 它的一个人口 或者说它的一个人均的一个收入 那么这里面最关心的元素是维度和度量 那么对于一个cube来说 它可以提供一种 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数据组织和存储形式 能够让使用者非常快速的 便捷的有效率的去进行了解 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三个维度的这样一个cube 那么它是包含了商品种类时间和地点 那么我们存储中 就是可以想象中的存储中 我们可以把某一个具体的块 想象成一个度量 那么这个块就代表着浙江 在2011季度 它书籍上的一些 我们关心的一些业务指标 可能是它的成交量 可能是它的销量 或者是它的平均价格等等 那么基于这样的数据度量 我们可以完成 不断去上卷切片切块和旋转的操作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些数据分析 数据探索 帮我们去解架这些业务的问题 那么对于轻人来说 我们是如何去计算和使用这些数据结构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把生成这些数据结构的 这样的引擎成为构建引擎 把使用这个这样数据结构去回答用户查询 这样的引擎成为查询器 首先我们了解Curboid是一种维度组合 我们想象中 在刚才那个数据集的那个结构中有三个维度 那么事实中这个数据集可能包含更多个维度 那么我们的计算这样的数据结构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通常是自顶向下分层进行构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我们首先要理解这样的一个维度组合 它的一个关系 那么最上面是这个包含了所有维度的这样的一个维度组合 那么往下是维度数会减少 最下面是这样一个就是全体的这样一个度量 它通常是就是一个count这样的感觉 然后所有的维度组合组合成的是一个 具有依赖关系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数的状结构 我们称之为q 那么很典型就是我们从包含所有维度的这样一个维度组合中 我们可以计算出包含更少维度的维度组合 那么我们在计算我们在生成这样数据结构的时候 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数据来进行进行生成数据结构 然后在查询的时候 比方说用户的查询是group by a 和 c 那么查询引擎会优先选择最恰当的 如果最恰当的这个维度组合不存在 它会选择它的所有父亲的维度组合中 代价最小的来进行回答 这个是7的核心的一个cube cube void的一个介绍 那么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可以了解就是7是如何 将一个分钟级的查询加速到秒击查询 大家应该都是使用过spark或hive 那么对于一个大数据上的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查询 那么它最消耗时间的是分布在它的主要的几个 要复杂的算子上 主要是这个join和这个aggregation hypocalyptic serial scan 那么如何的将这些最复杂 甚至有性能瓶颈的这些问题的一些算子 能够将它如果能够将它事先的误化 通过一计算的方式把它存储下来 那么这个整个查询就会有个 的一个查询时长会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最减少 那么它的计算复杂 它的时间复杂度也是从这个on 也就是你要便利所有的数据 降级到了一个oe 如果你是精确命中的一个维度组合的话 那么之后的只需要去扫描 你关心的那个维度组合下的那个数据 进行简单的一个过滤和排序 那么就是用户所关心的那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麒麟为何能够去加速 超大数据上的一个数据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 麒麟也是发展比较早 它从2014年开始 2015年进入了复杂期 然后在国内外也是拥有很多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它首先是从eBay开源 然后在国内有很多 知名的互联网厂商 诸如五霸通城 诸如Strikely 诸如京东 都是曾经是七零的用户 好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 我们最近 或者说这七零社区目前最主流的版本 七零四点零 它做了一些生计改造 相比七零三点零 就是像老的一个版本 七零三点零 我们去除了HBase 然后 减少了对Edupe依赖 然后 可以支持存算分离的这样一个架构 然后为这个营业生的 这个方向去扫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词外 词外的就是七零三点零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定 就是它的很多插询的工作 尤其是后营酸 或者说一些聚合操作 都是在插询Server上做的 然后这里面会带来 会给这个插询解键 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内存和计算的压力 然后容易造成一些大插询 CAS的一个情况 那么 今次已经是改造了这一块 将所有计算的任务都是分布出来 然后能够极大的提升了 这种复大插询 场景下的稳定性 也能保证它的一个插询颜值 进行很低 其次 再扣定性 704相当于703 也是减少了很多计算QBOID的步骤 然后 将 打平表 将计算QBOID 都放到一个SparkDrop里面 这样整体的Drop数量是减少为两个 然后 也是去除了 写入WageBase的步骤 然后也是 去除了 固度字典 这样的一个编码的过程 然后对全体字典构建过程 进行了一个升级改写 然后 通过这一系列的 优化措施使得 这个QBOID构建引擎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稳定性和性能 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从去年的发股以来 然后社区有很多用户都是 来尝试从之前版本去升级到最新的K0-4 然后 根据 有站在他们参加的QCon的一个数据展示中 K0-4的构建的时长和查询时长都有一个非常明显提升 构建时长从82分钟 减少到了15分钟 查询延迟从27秒减少到了2秒 这 确实是前面的很多 查询和构建引擎优化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一下704.0究竟做了什么 然后704.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黄色的部分都是 704相当于上个版的703所做的一些提升 然后 最上面就是 我们增加了MDX的查询接口 除了GDPC ODBC REST API 我们新增了一个MDX的一个查询接口 可以对接XL Tablet 其次 如果上个片上所提的Touch引擎 我们进行了一个完全分布式化的一个改造 然后构建引擎 我们也做了很多改造 在存储端我们使用了Pakrete来代替 这个Hindu存储 然后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70也是一个可X8式的架构 在构建引擎我们曾经支持过 我们支持过MapReduce Spark Flink 在存储我们支持过HBase Pakrete Kodroid 然后 它也是可以提供 这个2秒10的一个查询响应 支持高并发 也是支持标准的 最后查询 然后 可以支持非常好的支持各种BI工具 所以 刚才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接口MDX 也就是 今年 就是大概在三四月份 就是70社区 也是 发布了一个MDX470 它可以 是一个支持 70回数据源的 基于Montory开发的MDX细算引擎 可以对接各种主流的MDX的一个DI工具 包括Excel Tower BI Tableau 这里面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使用案例 就是 Ad 凡切集团 那么在他们的使用场景上面 他们 通过使用MDX470 然后 能够让应同学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Excel 进行自助的分析 数据分析 然后帮助他们的团队整体去提升了一个 研发的一个专注度吧 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去帮助应同学 可以更加专注自己的工作 然后运营同学也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 自助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 在之前就是没有MDX470后 这样的是需要 因为运营同学只会使用Excel 不懂CQ 那么他们也可能也太了解这个资本的义务 含义 只能取其需求 然后请数据开发同学 写CQ取数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通过Excel 运营同学 然后现在通过这样一个 事前的一个沟通 大家把关心的业务指标 定义在MDX470里面 那么构建好 准备好这样一个数据集合 那么之后运营同学再想去取数的话 就可以直接通过Excel去连接MDX470 来进行自助的数据取数 然后不再去和这个数据开发同学去 需要这样的沟通需求和等待数据返回的这样一个过程 使得双方都能够以一个自己舒适方式去工作 提高了这样的一个双方的效率 另外MDX470也是一个使用体验非常接近于SSAS 它也是可以支持非常典型的一些 非常典型的一些 业务场上出现的一些查询场景 比如Y2D 也就是截止当天的 当年总计的一个场景 好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二个部分也就是 下一代70 也就是705的这样一个开发路线的一个介绍 介绍其中的一些思考和一些目前的一些设计 首先在上一个部分 我们也聊到就是704 相当于之前的703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改造 包括构建疫情 查询疫情 以及存储 就是有了非常全面的一个升级 那么我们仍然发现就是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改造 那么70本身设计上的一些限制还是依然是存在的 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704 目前的还存在的一些限制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 第一点可能就是维度数量限制 最多就是三个维度 那么这里面是由原数据它的一个 是由浪性保存 叫CuboidID所造成的 那么其次就是模型变更的限制比较多 那么对一个已经构建好Cuboid的一个客户 去添加维度和度量 需要你去将目前已经有的所有的Cuboid 进行清理 然后才能添加 这里面就是会带来很多使用上的限制 其次像Cube的原数据的限制 也会带来一些其他影响 包括Cube下面有很多Cuboid 用户只能选择全部构建 或者说全部删除 但是它不能只保留一些 或者说只更新一些 那么这里面在Cuboid的管理上面就是不够灵活的 其次就是大家可能也是非常关注这种 向量加速执行及优化的技术 那么目前使用的Spark 也是没有利用到这层技术的 这里面也是有些工作可以去做一些探索的 其次是原数据存储 它会有一些长时间使用后 就是有些非核心原数据会沾量空间造成 运输具读取写入的性能会下降 从而引起整个70服务的一些性能的不佳的一个情况 然后当前的运输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机制 是基于Vocast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在某些意外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接点之间出去不同步的情况 这里面也是可以做一些改造 让整个70服务更加的流畅稳定 为了解决以上提到的问题 以及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整个设计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和规划 那么我们将我们的改造步骤化为三个大的步骤 第一个是原数据的升级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就是原数据schema的升级 和原数据存储的升级 原数据schema会把原数据进行一个重构 那么原数据的存储 会把原数据的存放的位置和方式 进行一个新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方式 那么有了新的原数据设计之后 那么我可以基于新的原数据的一个能力 去改造构建和查询 使我们的这个cube能够更加灵活的去管理创建和刷新 所以那么我添加新的度量回度的时候 这个它也不用去清空掉现有的所有的这些cube 这样的会该带来很多很多能力上的提升 还包括可以增加一些新的送应类型 以支持除了聚合查询以外的隐形 最后也就是在计算引擎方面 我们会尝试去使用一些native方式 包括这个gluton的一个方式 gluton加clickhouse或者gluton加vlog 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就是datafusion 去把我们七零的计算和查询 都使用的compute engine进行一个native化 左边这边是一个今年稍早一些1月份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讨论 然后七零社区的也是提出了三点 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这个核心模型 它的一个灵活的一个能力需要一个提升 其次是compute engine的那个native化的一个方向 然后其次是最后的一点是这个 011号或者说运渊生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基于这个方向我们希望705.0 它应该是一个统一灵活的高性能 可扩展运渊生的datafusion平台 它可以做到在一个平台上去完成很多的数据分析工作 它能够对接各种数据源 它支持多种查学借口 它也可以可查法的替换各种计算引擎 然后它可以为现在的这种业务分析或者是指标管理平台 成为它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底座 那么我希望未来这个705.0也是一个支持tiprx部署 它也能够去以恢复的方式去进行拆分 和各个角色的一个分别扩容 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在这个图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下705 会讲对于现在的704 现在的主流版本有哪些改造 这里面大家要再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carry engine 会尝试会把它的计算引擎 尝试用native方式去来提升它的性能 然后原数据会有个schema 和它的一个原数据存储 的schema都会有一个重新的设计 然后基于新的原数据 会尝试去把这个原数据的能力 更灵活的建模能力给它实现在这个固形引擎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不仅只有聚合的一个加速能力 还会有一个明细的一个加速能力 然后支持的数据源也会 尽可能的会支持各种场景的数据源 然后未来也会持续的会支持 mdx或者dx这样的一个 产品接口使得基民能够真正的 成为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高性能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平台 好这里面就是刚才的第一个大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原数据的重新设计 那么原数据的一些弊端前面也聊到了 那么这里面再做一些总结 就是说可能第一点是就是建模过程相对冗长 然后用户要先建模然后创建q 那么这个过程来说相对比较 啊部署比较多然后呃模型和q的概念 就是可以做一层融合 这里面就是部署过多给应付体验会不太好 其次也是刚才提到就是模型修改 会造成了需要轻易当前的q 或者重复计算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呃另外一个除了模型修改 原数据也可能呃发生修改 那么这种情况这个啊q不会发生这个这个 呃它无法使用需要重新去修复这个q的原数据 这里面也是需要去重新呃构建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啊还包括所有管理呃不灵活和原数据 存储它的一个呃核心原数据和非实原数据混为 啊放在一起管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都需要在这个设计中去来解决 呃为了设计这个705的原数据 我们呃重新也就是完整的梳理了这个 这个705的呃核心的流程啊 首先是从数据员加在表 加在这个数据员的表的原数据 然后保存到新的原数据里面 table的原数据 然后呃新的用户建模式来把这个模型 根据业务的需求把它呃固定下来 然后记录下它的周围关系 记录下它的呃维度度量等等 这个会形成数据模型呃然后呃 呃为了避免这个膨胀 速度膨胀的现象 我们会呃进行一些呃 一些规则来进行一些呃避免 所有的cabot都会被构建 我们会设置一些呃一些规则 和一些简直的策略 然后这块我们把它呃创建出了一个 新的数据呃这样一个原数据 背景index plan来呃将这个呃 模型的定义和根据模型定义如何生成这个呃 呃如何确定哪些cabot要被计算这个过程相分离啊 之后然后构建这个cabot或者说在心里面定的一个时间段的cabot segment 那么它会生成一个啊data flow来用于执行构建过程 然后在查询过程会生成这个查询历史 然后查询历史可以被啊给给给代价的这个所应优化器来啊 重新去优化这个index plan的过程 那么这个就是呃 原数据schema升级改造的一个过程 根据这个呃 核心流程的梳理我们把新的原数据给设计出来 啊这里面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分为四个 基于现在704的原数据我们做了呃 大概是这四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最主要事情就是合并了模型和Q的概念 然后呃这样也是呃非常方便用户啊不用先创建模型 再定义和维度指标还是把这个两过程啊放在一个里面去做了 然后第二个是呃 呃进增了这个index和layout的原数据 这里面呃 进增index可以方便我们更加具复扩展性 也就是我们的所应啊不一定只是具复所应 还可以是这个明细所应 然后layout呃他带来的新的名字就是对于每个index 也就是对于每个呃无论是具复所应还是明细所应 他都有呃一个呃可以具有自己的数据上的特征 然后每个index可以有多个呃存储上的特征 也就是每个layout它具有独特的呃 shutby key或者说sortby key 这样可以为可以在插清时候使用最合适的那个layout 来去进行查询加速 之后就是引入index plan 这块也是非常重要 可以呃来呃应对这种模型变更或者是原数据变更 所带来的一个呃一个呃 这个所应迭代的这样的过程 以及他可以为这个呃 继续代价的这个这个这个所应优化器 来提供这样一个呃策略上的一个支持 然后之后是把这个cube instance 改成dataflu 呃上面提到的是就是在原数据schema上面的一个改造 然后在原数据存储上的改造 呃我这边会呃接下来会介绍一些 然后第一点就是这个增加了原数据审计 审计啊日志和插群记录呃这两块的一个一个存储 然后原数据审计日志是可以用于呃去呃跟踪追踪呃 呃原数据操作的流程 然后以便于进行这样一个事后的审计的过程 然后他同步同时可以用于原数据同步极致 也就是多个节点之间 原数据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新增了查询历史的这样一个日志的存储 然后可以用于呃查询的一个所应优化的策略的一个输入 在呃这个接下来也需要呃介绍一下就是新的原数据同步极致和之前这个 这个基于广播的原数据同步极致不同的是新的原数据同步极致呃增加了一些新的一些规则呃 呃这里面在介绍这个同步极致之前 首先可能需要先介绍一下这个apple的的概念 这个apple啊他的概念比较类似一层吧 他啊他有一个我们使用apple store 通常可以使用这个关系数据库来存储他 然后他的每条记录了记录了啊表示就是啊 谁可以在谁可以去修改某个项目下的一个呃的一个进行一些操作 或者修改一些原数据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呃所有的job都有去呃都会呃持续不断的去尝试去争夺啊这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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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的这样的epoq 那么这里面就是会介绍到呃以原数据更新呃同步这个机制为例 就是会介绍到epoq是怎么去呃呃来来来改进这个当前的原数据同步机制 啊首先就是呃呃只有job节点然后才能去去获取epoq 那么呃只有获得某个项目epoq的job节点才能有权限去修改原数据 所以这样就是可以啊推进原数据修改的一个呃呃一个衣制性 在这里面呃一个呃呃呃原数据修改的这样一个字,来介绍就是epoq 或者说新的运输局通知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这里面就是首先可能是一个查询节点 受到了一个运输局更改的一个请求 那么它本身是没有权限进行运输局操作 它本身只具有运输局读的这样一个权限 那么它会首先会去尝试去找到 这个运输局所属的项目的一个owner 去epoc store 去寻找找到之后 它会把这个请求转发给这个对应的 这个项目下面的这个owner 然后把原数据请求的任务交给它 然后它会去尝试去写入这个原数据 然后之后会写完之后会把这个原数据的个更新过程 给保存到这个审计日志里面 自此它就是完成了这个原数据修改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返回给query server e 除此以外就是其他的节点 其他的节点是如何获取到原数据同步的这个情况呢 它就是会每个节点都会有这个定期的这个线程会去尝试去 把这个audient log去replay到它自己内存的原数据的这样一个备份里面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audient log机制去获取 最新的原数据能达到这个各节点原数据的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机制 刚才就是提到了很多原数据方面的改造 包括原数据的schema 原数据的存储 以及原数据的一些同步机制 通过这些改造呢 我们可以实现很多70建模能力上 原数据存储上 还有一些原数据同步一致性 这方面的一些增强 那么这里面就是把一些收益给给大家列举一下 这里面就是首先通过index plan的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把模型管理和缩影管理相分离 然后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灵活的缩影管理 然后并且每种缩影可以有多种layout 以灵活应对加速各种查询 然后微度的数量也突破了63位的限制 然后缩影的这个能力也会得到了 进一种抽象以支持更多的数据类型 然后通过index plan也是可以去支持 各种情况的一些模型变更和表原数据变更的情况 来尽可能减少这些粗暴的清除现有的cube 然后重新计算这样的一个过程 并且还可以支持可计算列 在这些功能的详细介绍的展开之前 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配合这个呃原数据的改造 或者说这个建模流程的改造 前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适配 呃然后在前端这一块是重新实现了一套新的前端的交互页面 它的技术站是从之前的呃 援助了js升级到了今的view 然后通过新的这种主流的技术站的升级可以呃 极大的提升开发效率和这个前端性 然后呃在用户的角度通过了一个画布的这样的 进入过程可以极大的优化 和提升用户的建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 最后的就是前端页面的元素也是呃 趋于现代化啊 那这个就是现在起零的一个呃建模页面 也就是呃之前可能是起零四你们需要先建模 然后在创建Q呃在建模过程主要定义呃 join的方式在创建Q的过程主要是定义呃这个维度和度量 然后现在这些所有操作都是在呃一个一个页面去完成 然后呃就是非常的一目了然 也是非常的清晰不会需要多个页面去寻找 然后就是呃首先就是从右边的 呃左边的这个数据员把表啊拖出来 然后呃定义好每个表的类型是实表还是维度表 然后确定各个表之间的呃连接关系之后 个模型的join的关系就定义好了之后就是定义维度和度量 然后另外还可以额外的去呃这个呃通过这个可就算列的功能去呃擁有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浅量的一条能力 也就是可以在yeo的列上去定义新的类的这样一个能力 并且这个新生成列可以作为维度和度量的呃的列 然后把这些所有定义好之后 点击保存就是可以来进行构建了 好介绍完前端的改造之后 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原数据改造 带来这些后段的或者说用户建模 上面灵活性的一些一些新的点 然后第一个介绍就是这个明系索引 就是Table Index 就是歧视上曾经有过Role measure 然后这个Role measure它的性能 其实是一直是不太好的 那么说明这个明系索引一直是新的短板 那么在新的Table Index的设计中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这样一个打屏表的Flat Table 基于实时表维度表 然后得到的屏表 然后去根据用户的选择 可以生成各个这个明系索引 然后每个明系索引都是也是通过 物法join来加速了这样的一个明系 查询的这样的能力 然后对于每个这个这个 Table Index 用户是可以设置它的colon的 用那些colon 然后是使用哪个colon来进行shutby 或者使用colon进行shutby 然后查询引擎也会去根据这些原数区的信息去 选择代价最小的Table Index来回答明系索引 通过这些方式可以让明系索引 明系查询的能力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这个是第一块介绍的Table Index 接下来介绍一下ComputeColon 这个在前面的介绍 页面上已经稍作演示 简安演示 它为吸引用户提供了轻量ETL的能力 用户可以在EOS列上定义新的列 从而创建更多更丰富的维度和度量 明火的索引 这一块是提供了用户去明火管理和构建索引的这样的能力 这里面我以构建的 索引管理的页面来做一个展示 在之前的清理版本中 用户的构建只能是按照时间区间来进行构建 在新的构建议中 用户可以对已经构建有Index的模型 进行增加删除索引 并且可以只构建部分索引的能力 这位用户进行索引加速和构建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 目前的起零是使用Stock 作为它的一个插询和计算的计算引擎 那么其实麒麟的构建和插询的性能也非常大的仰赖了 这个Spark的性能表现 在右边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近年的几个Spark的版本中 它的基础的算子的性能 一直是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这边比较明显的是Table Scan 那么Kinders和这个Intel和所有开发的这个Gluton的一个框架 是可以为Spark去提供Native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 它可以把Spark的物理计划 转化转化为SubstreetPlan 并且可以转发给NativeEngine来执行 那么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一个插办能力 也就是用户可以自己去基于这样的一个GNI接口 去实现不同的NativePackend 在这张图里面我会看到Gluton 它可以有一个路由机制 它可以根据某个算子有没有Native的一个能力去选择 是使用Native的Backend 还是使用远上的Spark的一个能力去来进行计算 目前的Gluton已经有了Blocks和Clickhouse的两种NativeBackend 对比原生的Spark 在基础算子方面的性能对比 这个使用了Gluton加Blocks 或者是ClickhouseBackend 它有两到三倍的一个性能提升 接下来是这个容器化和恢复物化 C0在KBX的部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计划是通过将C0 这一个单体化的一个进程来进行拆解成微服务化 然后目前计划是拆解成Data Loading Query Metadata 三个服务 然后我们可以使得每个模块可以单独扩容 以根据这个实际需求 这样可以使得这个资源利用率会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由于时间关系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开发计划 都在这里面一展开描述 其余的一些开发计划这里面 提到的包括支持Schema Change 支持多种数据源 原数据的结构化 通过结构化来优化原数据的读写性能 还包括非核心运数据的拆分 一步查询 还有基于代价的速运化器 还有MDX支持 这些功能也是在我们的计划中的 接下来会介绍一下开源路线的一些预告 我们会介绍一下关键的时间点 可能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我目前大概列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的核心功能和开源 大概是在2022年10月份这个时间点 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 后面的一些开发计划 包括数据硬化器 包括用户文档和开发者文档的整理和树写 之后我们会可能会在12月底 会发布一个技术应典版本 然后我们期待这个在2023年 会有个正式的发布和Native Compute Engine的集成 如果大家对705或者是对70本身的开发 如果大家想进行参与的话 欢迎大家来通过官网 复兴公众号 来了解其境的对境动态和联系我们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什么分享 谢谢大家